男人脱口而出的三个字让艾伦当场愣着 因为他们起初的交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 两人是在酒吧被对方的外表吸引 没等艾伦反应 他被迈克带到了他的朋友面前 玩起了蒙眼游戏 在一群外国人面前 展示了中国人之间的默契 而座位上的人看着这对暧昧男女 纷纷开始起哄 在这样的氛围烘托下 艾伦很快就对眼前英俊的男人有了好感 迈克也借着酒精上了艾伦开的出租车 话没说上几句 迈克就开始发起进攻 于是两人就在车上呆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的氛围也并不尴尬 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 但艾伦有一只鞋居然找不到了 可想而知两人昨晚是多么的快乐 艾伦低头看了眼手表 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放弃继续寻找 准备出发开工 艾伦的这一举动 明显是在给两人之间划清界限 迈克坐到后座上 配合地摆出乘客的模样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 艾伦作为一名出租车女司机 一直是独自一人带着儿子生活 虽然离了婚 但日子过得也挺顺心 他也早就习惯了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生活 然而 有了迈克出现之后 艾伦平静的生活也随之有了一丝波澜 自从上次分别之后 艾伦始终对他念念不忘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 心血来朝起身梳妆打扮 再次独自来到了和迈克相遇的酒吧 即使他明白一切只不过是徒劳 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去看看 真是无巧不成书 居然真的看见了那个他心心念念的男人 可这次与上次不同 迈克的态度并不热情 甚至没有简单的寒暄 艾伦如同热脸贴冷屁股 顿感失落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碰巧在这时 有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和艾伦搭讪 艾伦索性借着酒精 赌气的和对方一起进了酒店 可是刚一进房间 他就瞬间恢复了理智 连忙起身离开 却在门口撞见了迈克 他脸上净显嘲讽的表情 就这样 两人第二次探讨了什么是快乐星球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他们是在迈克家里 艾伦起床后 发现迈克的家到处一片狼藉 贤妻良母的他 忍不住动手开始收拾起屋子来 还给迈克买了很多生活用品 然后就离开了 连迈克的房东都忍不住在迈克面前夸赞他 哇 这个女孩对你好细心哦 牙膏牙策 连根都买卖 然而 在一旁听到这话的迈克 脸上完全没有丝毫喜悦 因为他实际上就只是玩而已 从没想过让艾伦走进自己的生活 更不可能会对他负责 迈克生怕艾伦误会了什么 匆忙地跑到街上找到了艾伦 拿出自己明天自爆身价 原来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总裁 还没等艾伦反应 迈克直接表示 艾伦落寞地转身离去 这让迈克有点于心不忍 自从艾伦离开迈克后 一直在尝试用别的事情 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可他无论如何就是走不出这段独角戏 闺蜜见状也忍不住吐槽 你看你这个死样 十足当年的老公 说和你离婚的时候 实际上 不只是艾伦状况不对劲 另一边的迈克也在左思右想 虽然他对艾伦是有感觉 但又不想放弃单身的潇洒 房东看着迈克一脸纠结 忍不住好心地开导他 听完这话的迈克毛色顿开 他很快就前来找到了艾伦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 向艾伦打起支球 艾伦看着一向完事不公的迈克 居然会放低姿态 立马就心软了 于是答应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饭后两人花钱月下 迈克趁机聊妹 虽然艾伦嘴上是这样说 实际上内心早就融化了 但他不敢表露自己的清淡 因为在他看来 眼前的男人实在是太优秀 自己不过是出租车司机 实在是高攀不起 然而 迈克这一次却是诚意满满 不仅早起给艾伦准备早餐 还提出了想要和他开始同居生活 但是艾伦退缩了 艾伦之所以退缩 根本原因其实是他明白自己离过婚 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面对这样一份患得患失的感情 他不敢也不能轻易救下赌注 纵使有万般不舍 艾伦也只能离开 就在他决心要放弃的时候 儿子说的话 又一次给了他希望 于是艾伦鼓起勇气 主动来到迈克家里 这一次 他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听完这番话后 迈克却没有丝毫地嫌弃 这也让艾伦一直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迈克听到这话也表示十分尊重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甜蜜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 迈克的公司很快出现了问题 每个银行都不愿意贷款给他们 这让迈克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情绪也很不稳定 这是迈克第一次对艾伦发脾气 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连房东都看不下去了 可此时的迈克 已经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她去找了对手公司的女老板 没想到对方却是另有所图 事后女老板还表示 自己很期待下一次探讨快乐星球 然而就在这时 艾伦在着乘客碰巧停到了两人面前 当她看见这场面 发生了什么事的傻子都一目了然 她一路上强忍着泪水 等到迈克回到家后 发现了艾伦留下的钥匙和一封分手信 迈克无奈地敲打着桌子 试图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而分手后的艾伦 也和儿子重新搬回了自己的小家 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迈克恢复单身生活后 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愿 她编制的软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一夜之间 街头到处都是关于她的报道 而艾伦却仿佛不曾认识她一样 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过着平淡的生活 这天 艾伦在路上突然被交警拦住 她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赶忙下车准备道歉 没想到交警却递给她一枝花 没等艾伦反应过来 紧接着 一大批人都拿着玫瑰花朝着她跑来 吓得艾伦本能地撒腿逃跑 原来这些人都是来替迈克求得原谅的 艾伦又一次逃避了自己的内心 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第二天 迈克竟然在街上 看到了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艾伦丢失的那只鞋子 她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或许这是两人重新开始的机会 然而 这时城市突然发生了地震 在死亡的面前 往事都浮现在艾伦的脑海 一阵天摇地动后 门铃响了 艾伦打开门 是迈克 电影一见钟情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每个人都能认清自己的内心 去做想做的事情 去爱想爱的人 至少不要给自己留有遗憾